距离善战高速不到三公里的云浮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园 平均每三分钟就有一台计算机完成组装 这里还诞生了广东首台全国产计算机 标志着全国产计算机生产基地项目正式投入运营 目前投入运营的计算机产业基地共有两条生产线 首条生产线打产后年产值约50亿元 年产能约120万台 直接带动就业人数350人 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早期从生产过来可能要花上个要四个多五 接近五个小时 那这个善善高速开通之后 这个至少估计输短一个到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那么说大大的便利的我们企业的这个 这个提高我们的企业的效率生产效率 从项目签约到产品下线 这家企业只用了六个月 这样的企业还有22家 产业协同的红利正在汇集云福 目前广东省首个省市共建的信创产业园 落户云福 园区以信创产业为主 涵盖计算机软硬件 医疗器械等产业 计划总投资46亿元 有望成为城市发展的弯道超车点 云福计划到2022年 引进不少于30个信创上下游产业企业项目落户 推动信创产业急剧协同发展 年产值超100亿元 信息产业是整个带动来整个云福这个产业发展的 高速从高铁这块带动了整个新区的一个产业发展 一些道路的畅通给予了跟拉近的跟珠三角跟 以及大方区的整个距离 是整个队 整个新区 整个位积是发挥了很 起了很大的优越作用 产品销得出 资源进得来 云福的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正在高速快车道上 大步向前 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大步向前 推动